小朋友们好,昨晚小朋友睡得怎么样?吃早餐了吗?小朋友有没有完成上周的作业呢? 如果谁写好的话,一定要发送给老师检查。 现在因为疫情的严重,我们不能来学校上课,所以朋友们要上网跟着老师上课,知道吗? 好,现在我们继续写新的课程。 首先,我们拿出主题书,就是这本书,春天到了。 好了,我们翻开到了水里的动物。 好了,小朋友请看上这篇图。 这篇图都是一些动物生活在水中。 现在老师再读给你们听多一遍哦。 然后小朋友也要跟着老师读。 这个是随母。 随母。 随母。 这个是乌龟。 这个是乌龟。 乌龟。 这个是鱼。 鱼。 这个是虾。 虾。 乌龟。 那这个呢,就是贝壳。 贝壳。 下面呢,就是海星。 海星。 这个呢,这个呢,就是螃蟹。 螃蟹。 好了,现在老师拿图卡介绍这些动物给你们看看哦。 就是真正的水里的动物。 哇,就是什么动物的? 这个是水什么? 水母。 好了,请跟老师一起读。 水母。 再来,水母。 好了,再看看。 哇,就是什么叫游泳的? 这个是乌龟。 乌龟。 好了,我们再看。 这个是,哇哦,黄色黄色的。 这个就是,鱼。 鱼。 不要忘记跟老师一起读哦。 这个是,鱼。 好了,我们再继续看。 就是,鱼。 就是,鱼。 鱼。 鱼。 就是,这个鱼呢,就会,它会长出,这个,狐须。 狐须。 哇,好可怕哦。 好了,这个是,什么动物的? 这个就是,鱼。 这个就是,鱼。 章鱼。 就是,就是,章鱼的眼睛。 然后,这个,这边都是它的手脚。 然后,我们再看,哇哦,这么多的,这个就是,贝壳。 贝壳。 贝壳。 哇哦,我们一起来数哦。 哇,好多好多了。 哦,一,二,三,四,五,六,七,八,九十。 哦,好多好多了,数不完了。 那,那我们再继续看,另一个图片。 哦,这是,什么动物的? 长这么像,天上的猩猩。 那,它就是,海星。 它叫做,海星。 好了,我们一起来数数它,好吗? 就是,开始数一。 一,二,三,四,五,六,七,八,九,十,十一。 哇,这么多,这么多海星哦。 就是,又长得很漂亮。 你们喜欢吗? 好了,我们再继续看。 哦,就是,什么动物了? 又有钳子。 又有两边的钳子。 那么,它叫做,什么动物的? 它就是,螃蟹。 螃蟹。 跟的是毒哦。 螃蟹。 好了,我们看这边。 这边有一条鱼。 那么,现在我们先读字。 就是, 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。 跟着老师读, 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。 好了,好,我们看下面。 下面呢,它说,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。 那么,鱼儿用什么来游泳呢? 它又没有长出手, 又没有长出脚。 那,它用什么来游泳? 它就是,靠着它的尾巴。 尾巴。 尾巴。 和它的旗。 这个都是它的旗。 就是旗。 它靠着旗和尾巴来游泳。 好了,现在我们一起来认识鱼字。 鱼字在哪里呢? 就是在这边。 鱼字在哪里呢? 鱼字在哪里呢? 这个字。 读,鱼。 请跟着读,鱼。 再来。 鱼。 再来对变。 鱼。 好了,我们翻开到这个,这边。 好了,我们翻开到这片图。 那,看看这片图有什么的? 就是有水竹箱。 看到吗? 就是水竹箱跟Andre。 那里边它问什么呢? 就是,水竹箱里有些什么? 我们一起去看看。 就是水竹箱里边,就是有了很多鱼。 有很多小鱼,正在游泳。 有的长着很大很大的,有的长着小小的,还有各种,也有各种颜色的,有的就是黄色的。 有的就是红色的,有的就是有点纸色的,然后我们看水竹箱里边就是布置的很漂亮。 这样,不知什么呢?就是,布置了很多海草,还有很多鱼。 好了,我们看到这边来,好了,看上面的字,就是你有没有看过海豚表远呢? 那么,现在我们看到海豚表远,你也没有看过海豚表远呢? 当我们看到海豚表远,我们可以叫海豚表远。 好了,我们在看海豚表远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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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豚表远。 好,现在老师有一个视频,海豚表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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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